之前也有留意到 不過沒有說 怎麼知道繼續飆上去 現在又補回港 為何要補回港 因為看到它開始有少少高位阻力 有少少回吐 預期可能短期 短期內回市低一點水平 到時可以及立 海豐國際308做航運相關 集裝箱 租售船 為何會說航運股呢 很多都爬上去 慢慢試高位 它都是跟著 所以整個板塊 最近的出現是強勢 所以海豐是其中一 整個板塊是強 所以可以留意的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自己 各個技術走勢都不錯 這條線畫出來 如果看本人的節目都知道 或者猜到 這是究竟什麼狀況 就是頭肩底 肩 頭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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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好的 標準基本的頭肩的走勢 突破了 突破完 縱勢再上 衝多兩天 換言之這塊突破是不錯的 不過通常突破完都會回市後抽的 特別去到它的重要阻力位時 會出現回市後抽的情況 這剛號的技術去到這個下跌裂口的阻力 以至去到100天線 100天線這個水平 見到有些回吐壓力 所以預期短線 有機會回一回 逼近頭肩底的頸線 會不會完全到24元 未必但會向這個方向走 到時如果短投資者 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 趁回市後抽的時候 吸納 以頭肩底的頸線 作為止蝕 薄去回吐完 回市後抽完再次向上走 挑戰比較高的阻力位 比較高的阻力位是這個 第一個 30元 第二個可以畫出來 低一點 就是下降軌 29元 這兩個水平 所以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 這就是 13508 就是今天的潛力股 介紹